黄花鱼 我给你讲那个那个价格一个天一个地 以前一憋就是12个小时以上的 真的是会花油 老妈仔细饭 我又不用煮了 吃吗 吃啊 那等一下你下去端上来啊 为我服务 好的 你在那里干嘛呀 我在外面闻香味呀 饿了是不是 只是有烧焦味有什么辣肉味 对各种各种味道到吃完饭的 我觉得我现在我太不精彩了 又不能煮饭 然后吃的又是又不让我吃 赶紧下去拿拿拿新饭上来吃了 你看人家都都香喷喷的都出来了 好好好 我去装饭 看一下老妈有没有煮东西烧焦哦 一股烧焦味了 哇 你这个牛要吃凉的 还要不带地瓜 敲虚 我可以吃一碗吗 可以吃两碗都行 稀盘没吃 是吗 不是说不能吃饱了 可以了 我吃地瓜哈 这地瓜看来都好好吃 嗯 谢谢 我我现在就就啥就当减肥了都 妹妹 我这女儿真的也是坏习惯 非要等到凉 非要等到那个作业写完了 她才吃哦 不然都不吃 那我们两个吃吧 但是我只吃青菜算了 这些肉都给你了 我哪里吃得完 那你吃饱饱 鱼还是可以吃一点 这都是我爸自己钓的鱼 我现在看到别人煮好吃的 我都想煮 看到别人有煮啥东西 我也想煮 今天我弟跟我说 皮皮价一间二十几块钱啊 哇 我说你怎么不买回来 想想 算了 不买回来是对的 一买回来 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想吃 你真是怕了是不是 吃太吃到饱 你吃了一碗稀饭 然后你们 这鱼要是吃的 头都不爱吃 我弄了一点鱼给你留着吃 这时候是一晚上一口都没动了 吃了一点点鱼的那个肉肉肉肉 小肉肉 还是那句话 不能让你换老婆 便宜你了 是吧 对喽 不能换喽 不能换喽 不然便宜你喽 是不是 不能让你转喽 有啥转的 这么好的老婆我都不舍得换了 哎呦 就那张嘴巴最甜喽 真的是 你这种人就是想不住 刚吃饱饭就弄这个 这个再不弄出来啊 都要烂掉了 千里迢迢带回来的 对不对 我舅妈那天还骂我 她说 你公公他们都没有菜吃的 你还带菜回来 我说不好意思 他们不吃 他们虽然要重 我会想起来 但是他们不吃 因为他们看到这些菜都饱了 吃来吃菜都是这几个菜 我看一下啊 那个 青萝卜 那个生菜 菠菜 还有大白菜 永远都是这几样 然后你去街上买也是这几个菜 这个好 你去街上买的话也是这几个菜 这个还是我舅妈的网 我还没给他呢 要不要留个给你 我不需要 这个就是荷兰吃面条的碗 一个三回钱 荷兰吃面条的碗 大白菜没几个就这几个 不拿出来啊 真的会怕坏掉的 上面底下会闷坏 老爸钓鱼回来了 他应该还没吃饭 我去处理鱼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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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了多少鱼 你看你看你看 那么多呢 这个不懂的人以为是什么鱼 黄瓜鱼 很像哦 像不像 我怎么想哦 五龟 对啊 像五龟 是不是黄瓜 不是 我跟你讲 那个那个价格一个天一个地 但是很像 哇 接着接着给他聊 你你 你走开 你很吵 要不要走开 非要啊骂不可 走开啊 我擦不 姑姑要背你 你也不要啊 不要啊 我走哭 姑姑背背要不要 背背 要不要背背 你又不要 对 这个时候要喝 今天老爸钓的鱼不多 玩了一天 等于是玩了一天 因为对他来讲 那个箱子没抱 就不叫马 我也好久没有出去钓鱼了 等天气不这么冷的时候 我再约上我弟 跟他们一起出去 但是每次出去钓鱼 他们钓鱼的时候 我钓了一半 我就会在那里打瞌睡 好像每次去我跟他们去 他们运气都不是很好哦 是我运气不太好 还是怎样哦 每次跟他们去 钓的都不多 但是你 出去钓鱼 你见到上鱼很快 是这样子 每次好像出去 都是我第一个上鱼的 但是我上完鱼之后 后面就没啥鱼了 那每次他们 有时候他们去的时候 都是 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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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三箱 有时候我第一 一条船 然后我爸一条船 他们都是一人体一箱回来的 大的冰箱 那种鱼箱 那如果我去的话 每次那个小箱子都没提满 虽然说是有货 但是不多 知道吧 我跟你讲 这也不能 不是说你去没有 就是每天看每天的鱼群 是这样子没错 而且 你像去年 他们有好几次 都是钓了那种几十斤 一回来四五十斤 四五十斤 那个箱子 压都压不下去 冰块都不能放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我爸提个大冰箱 还有那个小的那个鱼箱 就是 拖了那两箱子回来 也是很沉的那一种 每次都没让我碰上 不过我现在好像 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因为一去的话我跟你说 憋都把自己憋坏了 懂得人自然懂 然后像我就不行了 憋 反正会把我憋坏了 以前一憋就是十二个小时以上的 真的是 会坏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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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